封城超过一个月的武汉 今天突然传出局部解封的消息 当地的防控指挥部早上一度公布 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 假如没有病征 或者被要求隔离 就可以分批出城 但三个半钟之后又突然宣布撤回 跟武汉的雍围海谈谈 政策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快呢 当局就说这个通告是由于属下部门 未经过主要领导的同意就善事发布 但有政治学者就分析 觉得之所以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是因为地方政府把握不了中央的意思 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 在星期一早早11点半发出通告 说滞留武汉的外地人 和需要治疗特殊疾病 必须出城的人 即日起可以错峰分批出城 出城的人必须要身体健康 没有发烧、肝咳、气喘等等的症状 并不是确诊或者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 和仍然处于观察期的康復者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向所在地的疫情防控指挥部申请 和批准文件进出武汉 由警员核对身份和检测体温之后放行 但看回疫情数据 武汉每一天新增的确诊数字 仍然是全国第一 民众听到这个消息 反应都不逸 不过去到下午三点钟 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再发通告 宣布相关措施无效 说早上的通告 是核下的交通防控组 未经指挥部研究 和主要领导同志同意之下发布 已经作出严肃批评 原本的通告也都已经被删除 结果措施由发布去到收回 整个过程只有三个半钟